大妈在超市抓起水果就吃 老板奸壮提醒大妈还没给钱 大妈却满横不讲理 老板指责大妈遗老卖老 大妈瞬间装病 老板彻底呢大妈没有办法 大妈却得意的吃着水果 结账时大妈插队 小伙提醒他要排队 小伙一听瞬间不乐遗老 大妈毫不示弱 小伙一脸无奈 大妈扔不依不饶 地体上看见女孩不让坐 于是就开始妈妈咧咧 紧接着将女孩推倒在地 女孩却是个盲人 旁边的小伙指责大妈 周围的人也跟着指指点点 大妈却一脸不屑 小伙一边扫垃圾一边吐槽 大妈听见立马火冒三丈 回家的路上看见小孩在玩球 她偷偷伸出左脚 没见过这么不奖励的大妈 在超市门口捡到手机 女孩急忙赶过来认领 大妈却狮子打开口 要女孩两千块钱 女孩说刚毕业没有钱 大妈一听瞬间变脸 立马胳膊一抬 直接把手机摔在地上 无量大妈却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回家刚进电梯就出现故障 吓得她赶紧联系午夜 然而不管大妈怎么求救 随着大妈不断惨叫 最后得到应有的惩罚 从没见过如此嚣张的大妈 竟然走在马路中间 还一副牛哄哄的样子 司机着急让她绕一下 大妈直接破口大妈 回家遇到邻居父子 张嘴就埋怨 问她家小孩是怎么搞的 天天弹棉花 吵得她没办法睡觉 邻居赶忙解释 说孩子要参加比赛 所以每天练得有点晚 大妈却嘲笑孩子谈的难听 参加比赛也白费 可等到她回家 突然觉得心脏疼得厉害 于是来到医院检查 医生看着大妈的片子 发现她的心脏有黑色斑块 大妈根本不相信立马回队 还骂大夫想骗自己的钱 直接扭头离开医院 可大妈却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菜市场里 小伙说大妈缺精少量 大妈却死活不承认 小伙解释刚刚成果 大妈却说小伙做了手脚 小伙见大妈蛮横不讲理 气得想把菜退了 可大妈却说 还埋怨小伙没有良心 小伙气得扭头就走 大妈依旧不依不饶 随后看见邻居小伙整理摊位 大妈立马阻止 说占了自己地方 便露出一副蛮横的嘴脸 她每天依然昧着良心 缺今少两砖黑心钱 而心脏的黑点也越来越大 这天一个女人来找大妈 说大妈卖给她的菜金术不对 大妈依然蛮横不讲理 说女人没事找茬想占便宜 女人瞬间火冒三丈 说完大妈立马消失不见 女人不知所措 那么你知道大妈去哪了吗 谁来管管这个大妈 不仅抢走侄女的名牌包包 还把她的工作整丢了 这天女儿考上大学 亲亲纷纷送上红包 大妈连忙收下 接着便让女儿点头道谢 这时大妈看见侄女的包包 拿在手里不停的说好看 下一秒就东起歪心思 可侄女说花了一年工资买的 非常舍不得 大妈瞬间别脸 随后拎着包带着女儿离开 这天大妈来看电影 发现侄女正在买票 立马舔个老脸想让她请客 小美根本没有惯着她 拿着电影票让大妈付款 大妈瞬间火冒散仗 你还为小姨要钱 你这孩子会不会做人呢 说着气冲冲的转身离开 侄女气得强压着怒火 等大妈看完电影 便把电影票随手一扔 不料似乎创到什么东西 可伸手摸了摸 又什么也没摸到 没几天大妈私自带人来演出 演出结束后又跟经理争吵 说侄女是经理 可以半价包场 经理解释不可能这么便宜 这时小美匆匆赶来 经理却说 还没等小美开头解释 直接被经理辞退 侄女气得欲哭无泪 可大妈却跟朋友说 说着大妈又被不明物体 撞倒在地 过年家庭聚会时 大妈的女儿跟小美要压岁钱 小美说都让你妈整下岗了 哪来的压岁钱 结果大妈对她又是一顿筹骂 就不比你小 给你压岁钱就是应该的 就在这时 房间灯光一黑 所有人瞬间消失 大妈独自一人被困在房间里 最终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 真想给这个大妈一巴掌 什么便宜都想占 社区搞活动免费包粽子 大妈上前询问要钱吗 女孩说都是免费的 大妈瞬间露出占便宜的嘴脸 端起大盆就要走 不料被工作人员拦住 说不能全部带走 其他邻居还要包囊 大妈却理直气壮 便宜的我为什么就不能拿 女孩说占便宜可以 但是不能影响活动 大妈更来劲了 说着便怂恿大伙一起拿 真是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很快就被大家洗劫一空 好好的爱惜活动 被大妈搞得乱七八糟 这时有个女孩路过 正好看见这一幕 于是用手机拍完发到网上 结果大妈在网上骂声一片 很快大妈就找上门 女孩打开缸门 问大妈有事吗 大妈直接推开女孩坐在沙发上 便拿出手机质问女孩 视频是不是她发的 女孩承认是自己拍的 大妈兼女孩承认瞬间嚣张起来 让她立马删掉视频 她对我影响很不好 她侵犯了我的名誉权 女孩很委屈 解释自己也没说什么 大妈非常气愤 网上都说我素质差 还说自己那些都是免费的 占点小便宜有错吗 看大妈要吃人的样子 女孩吓得跪地道歉 而大妈却不依不饶 要求她赔偿精神损食费 女孩也只好乖乖照做 大妈这才满意 在回家的路上 装修工人把铁架子放在路边 尝到甜头的大妈走到跟前 又想要占便宜 假惺惺的问一句 还有人要吗 心想这下发财了 于是抬起架子就走 可还没走多远 就被装修工拦住 小伙解释说不能拿走 自己还没有用完 大妈一听不乐意了 小伙赶忙解释 就在外面放了3.14秒 我们马上就要用 大妈便开始耍不赖 我捡的就是我的 你要想要可以 那点 小伙瞬节火冒三丈 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 无耻的大妈立马开始撒泼 抱住小伙大腿哭啼喊娘 小伙见大妈这么不讲理 也只能自认倒霉 推开大妈就走 没多久大妈得意起身 扛起架子就走 没想到架子越来越重 压得大妈喘不过气来 下一秒就被压在下面 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大妈 会用什么办法治他呢 欢迎频率区留言 从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大妈 冒充亲戚在宴席上大吃大喝 还理直气壮的说 接着又抢过白酒 知道你们都开车 喝不得 转身便把酒放进包里 此时新人前来敬酒 大家都起身欢迎 大妈却闷头哭哭以顿造 新娘给大妈敬酒 还管他叫舅妈 新郎却说不是自己的亲戚 其他亲戚也根本不认识他 这才明白大妈是蹭吃的 大妈眼看装不下去了 便更加嚣张 甚至开始撒泼 威胁大家要是敢打人 那就喜事便丧事 新郎见状赶进大园场 不想大喜的日子闹不愉快 大妈得寸进尺还要红包 小伙一脸无奈说没有准备红包 便拿起洗糖递给大妈 可他直接给甩在地上 结果凭着厚颜无耻的脸皮 不仅白吃白喝 还如愿的拿到红包 回家的路上直接创上婚车 小伙赶忙下车查看 大妈却一脸微笑 还说想沾沾喜气 新郎描动包个红包 大妈打开一看 看着大妈蛮恨不将力 小伙瞬间气炸了 这时父亲催促小伙快点 良辰及时马上就要到了 新郎没办法又掏出红包 大妈这才满意放过他 本以为成为富二代 没想到很快出现意外 突然有人光光的敲门 听说喝喜酒还有红包 不管三七二十七打开钢门 却被一对新人架了出去 路上大妈还在幻想着 这次又能大赚一笔 结果三人一起消失 那你觉得大妈最后怎么样了呢 欢迎频率去留言 从没见过这么恶毒的婆婆 儿子立马看不下去了 这可是你的儿媳妇 婆婆却直言 安娜一心想加入豪门 没想到刚进门 就被婆婆如此对待 婆婆为了生孙子 逼迫女人天天喝酸梅糖 可安娜觉得太酸不想喝 婆婆竟然强行让她喝下去 三儿辣女 多吃酸的才能生来 一年后重男轻女的婆婆 听见医生说是女孩 脸色瞬间大变 嫌弃儿媳妇没用 儿子也赶忙道歉 安娜看见这一幕 自己按下决心 一定生个男孩 尽管喝了很多婆婆熬的汤 可生的都是女孩 晚上丈夫带回一个女人 媳妇非常生气 婆婆却理直气壮地说 安娜顿时无比难过 伤心地跑了出去 却被一个黑衣人拦住 便掏出一颗药丸 还说吃了这个药丸 女孩都能变成男孩 女人听了不管三七二十七 就把药丸塞进嘴里 发誓一定要生下男孩 没想到晚上她突然肚子疼 掀开被子肚子竟然大起来 吓得赶紧喊老公 说自己快生了赶紧去医院 老公十分震惊 刚怀上就要生 随着女人一声惨叫 宝宝来到人世 此时她很想知道是不是男孩 护士却慌里慌张让她自己看 女人满怀期待的掀开一看 这是影视效果无不了引导 那你觉得现实中有这样的婆婆吗 欢迎评论去留言 这个人受了诅咒 手心上长了一个樱桃小嘴 无论这张嘴吃了什么都会吐出妈内 这是怎么事 就在几天前 医院门口有一位大妈在哭 原来给老伴救命的钱被偷了 而偷钱的就是这个男人 男人赶紧走到一边 打开手绢一看 就在这时右手被划了一刀口子 男人觉得丧气 但很快她又看到了另一个目标 走到跟前顺走了农民工的手机 说完她就跑 可她没有发现 手心那刀口子已经越来越大 等她回到家 玩手机的时候 她突然觉得手疼 手机竟然被手心的伤口吞了进去 接着还吐出一堆money 男人很是兴奋 这不是行走的取款机吗 男人赶紧又拿来刚偷的手机尝试 又突出一罗money 这下发财了 就这样她把偷来的东西都换成了money 第二天男人接老婆下班时 心里萌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他将自己的手缓缓伸向了女人 当男人掀开被子 发现满屋都是money 就在她得意忘形时 她的右手却不受控制 张开贪婪的小嘴 伸向了自己 你们觉得男人值多少